大家好 现在是秋季也是很多花有给兰花换盆的一季节 那么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在给兰花上盆的时候 这个植料的话呢 要从底部往上 然后呢 由粗到细逐渐的增加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添加这个植料呢 其实呢 这样做了有几个好处 兰花盆土底部啊 它的这个植料比较粗 那么它的透气性 逆水性会非常的好 那么再加上上层的话 植料相对比较细 我们都知道 植料呢 它都是从上层的开始干 然后的中下层的干的会比较慢 那么我们采用这样的一个配置植料的方法 就会导致呢 这个盆土啊 它的这个植料呢 干的会比较均匀 第二个就是盆土的中下层透气性 逆水性非常的好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根系处于一个比较透气性的环境下 那么根系才能够更好的生长 不容易闷根烂根 而盆土表层了 它干的会比较快 那么我们用细一点的植料呢 它干的就没有那么快 那这样的话呢 炉头也就是盆土中上层这个部位呢 就可以起来一个很好的保润的效果 因为养活过程中啊 盆土一定要保证有一个微润的状态 而这样配置植料的话呢 盆土表层的微润状态呢 就能够保证的比较好 更有利于炉头的保湿 有利于它发根发芽 所以我们在摘种兰花的时候 虽然说大家要用一些粗颗粒子尿在摘种 但是呢 我们在摘种的时候 最好就是把这个粗子尿和细子尿呢 分开 那么这样兰花呢 不仅不容易烂根 只就还更容易发根发芽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